他們到達學去的時候有這個為安動力 當然我不否認說今天大家在大概有八九成以上都是馬神父的個人魅力 為安 那你們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是想大家這個危機感是負債 然後誰能夠延續我們沒有一個個人能夠延續人物 對待我們學校院房的那種精神跟愛 還有在一月上面的傳遞 現在我們這個學會成立的目的就是來演訓 把神父那時候在的時候 教別我的東西我們在 補党進來再教訓然後我們再傳遞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目標就是在一月上面 如果我們不切順利跟學校協調出來的話 神父經典神父是溜溜達壽 我們在仇委會的時候可能會再提出來 現在神父給大家講一下 我們希望能在神父生日的前後辦一場 學出的清聖異樂會 由校友來出節目來串起異常樂會 也許我們的團現在沒有辦法 但是呢 我相信 要把樂器拿起來練 我們說的樂器不需要很難 但是呢 你要讓人家吹出來 第一個聲音 就知道這是味道 就約對出來 大家應該知道那種感覺 就是神父講的 那個聲音是 第一個聲音就知道是味道 要說那種很甜的聲音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過神父這樣的形容 很甜的聲音 然後呢 我們唱給神父聽 用遠的樂器唱給神父聽 如果神父能夠依回來當指揮代理 我們這個樂隊 就是回來錄個照片 但是我們最好的是這樣 另外 就算沒有我們晚期的目標是這樣 當然 目標 我們可以再 解禮 我其實覺得 崔崇的想法其實是很重要 那 借琴其實基本上 反映是她 她的想法 而且我覺得 崔崇的建議 也是 不是說 借琴或是我 做了哪一些回憶以後 她就會解禁 而是說 對每個人來說 她其實是自己的 自己的一個 一個有趣的一個 一個問題 或者有個有趣的一個 一個思索 可以持續地去進行 那這題當然講 其實是相當重要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說我們最早的時候 我跟Terry 整天群 在談到 談到這件事 或者是說 在年初三的時候 我們幾個人 有收到先談一下 不像 現在 在座的各位 今天來 當然就是 一個非常開心的事情 那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 就是 就是玩音樂 我覺得 有關於 不論支持學校 在校生的那個部分 剛才 也沒見 剛剛 也要進來這位學弟子 她也提到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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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